你知道美国大学校队跟NBA球员的差距有多大吗 这个号称不怕死的NCAA小诺维斯基 今天趁着手感火热 直接就给巴特勒下了一封战书 小伙子拦都拦不住 巴特勒也不想惯着他 直接来了一把经典美食单挑 三次运球 进球连发 八球结束 第一球 小四季二话不说 直接外线三分开跑 1比0 第二球 见巴特勒没有贴身防守 又下一城 趁着手感滚烫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开局无比0 直接是朝着凌风的势头去了 但此时的巴特勒却一点不慌 我们继续往下看 只见此时巴特勒 直接冲着眼前这个小孩喷起来拉击话 可能是被喷的心态爆炸 小伙子下一次出手直接弹框而出 拿到球圈后 只见巴特勒一个顺步突破 轻松将球打进 不过紧接着 大学生又拔进一记三分 6比1 巴特勒这时热身的也差不多了 直接一个突破迈入禁区 虚晃了一下脱手了 接到球后 后仰跳投 再次打板命中 第三球 巴特勒祭出死亡三威胁 然后往右侧突破 再衔接一个转身后仰 干拔命中 细节满满 第四球 巴特勒二话不说 抬手就是一记三分 小伙子就问你慌不慌 第五球 一个假头真突 裹得内叫一个干净 篮下又轻松打进 第六球 相同的动作再来一遍 这次连摄影师都被骗了 突破一个回拉 又获得了空位机会 三分稳稳命中 这一波也是细节满杀 说话间 直接就来了一个突破 被犯规后 还能将球打进 说句公道话 巴特勒这球 有点不讲武德 最后一球 试探两步 还是一样的招式 还是一样一步过点 开局让个五球又如何 打你一个大学生 甚至都不需要刘汉 兄弟们 现在知道职业派 和学院派的差距了吧 还有 以后打不过的时候 可以学学人家巴特勒 是怎么搞别人心态的 最后问一下各位 你觉得美国大学生 能打赢我们的国家队吗